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好 我们这一节呢 继续画那个花鸟的组合 你看在画布上呢 这样一幅啊 上面的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呢 非常有气啊 它顶在那个一块石榴上面 后面是一个 一朵是红蜜柜 上面是黄蜜柜啊 这个鸟呢 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这个小鸟呢 比较可爱一张啊 很小的一张鸟 那么我们呢 画的时候呢 不能太大啊 那么同样用差不多大的指头啊 我们继续画鸟 这个鸟呢 我们也是啊 继续画眼睛 眼睛的大小要继定下来 眼睛这么大了 这个鸟呢 就是不可能再大了 那么 接下来呢 画上那个 别孔啊 画上嘴巴 很呆的嘴巴 好 那么我们就用水嘛 画它的头部呢 这幅小鸟呢 我们先把用水嘛 把它的银啊 把它勾出来 最后呢 再再颜色 这一部分呢 它这个提在这里啊 这一部分呢 那么它的翅膀呢 也画得很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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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可以了啊 啊 这里一边 两边 下边也可以了啊 啊 那么后面的尾巴 尾巴呢 可以带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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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什么的 一只小鸟啊 啊 我们呢 把它的提前去加好 它一加好以后呢 这个酱 从这里出来 这里也加一个酱啊 好 那么我们呢 画一块小的啊 红纱啊 从纱纱开始 下来 它的画法呢 好像 塞塞画里面的 腹皮秤 哎 但是呢 这只鼻子鼻子竖起来 哎 竖起来 哎 这样呢 有味道哎 哎 水度就快 哎 好 我们呢 用大一点的 别啊 用水嘛 啊 带颜色的水嘛 啊 这里 软一下 带一点 软一下 上面呢 上面呢 用去溜的 这个地方呢 用去塞溜 鸟 要小心 哎 鸟 鸟的头部 哎 不要伸进去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那么我们先画花 花 我们勾 这个玫瑰呢 是勾的 那么我们先勾细啊 这里的红玫瑰细勾 终于 那边 那么 哇 好 我可以看我 要不要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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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路 一路 玫瑰有刺 称色的时候加上刺 好,我们在沙米加黄玫瑰 鸟的背后有刀花 还有两个花梨 这里也有两个花梨 它的鱼子是点刀法的 我们用稍微大的别 用花青 藤王 这个植落的臂上再一点头上 再一点胭脂 它的玫瑰的嫩叶头上是红的 我们再来一下植落 再一点胭脂 放一点胭脂 头上 这里认字 认字呢 我们去点上一页 先叠叶也可以 这里还一直在嫩叶 好 我们来用石榴 带下来 那么它的嫩脂 那么我们用那个胭脂的颜色来扣筋 应该浓一点的 要称它绳称 要称它绳称 让它绒称 但是 而它绳称它绳补 然后它绳称它绳叶叫白色 是白色 红玫瑰好了,那么上面黄玫瑰 黄玫瑰一般就是藤黄 藤黄底好以后,再用珠标 也就调成珠黄的颜色 这里红一下 来,混一下 这个花里我要补一下 花果也是紫红色的 这个地方甲山的边上还有几个椰子 这个椰子呢,我们也要加一点腌汁跟溜的在一起 那么这里呢,加一个粗盖 再加几遍,它有刺 好,我们整体看一下 好,下面再加几遍槽 好 槽也比较莱化的 有一定的老辣苍净 好,这个鸟已经盖了 那么我们补上颜色 补上呢,带着扎实 放一堆黄,藤黄 我们写在它的嘴巴上面 嘴巴呢,要留一点白的线条 这样呢,有点立体感 再扎实,深的扎实 在眼睛的底部 加一点黄 它的翅膀 它的翅膀上呢,也要加点藤黄 代代的 代代的藤黄 后面也加一点 好,那么 天下来呢,就是它的腾上 腾上呢,我们也要用的 代黄 代黄的颜色 摘一下 稍微留一点白 好,整幅画呢,已经结束了 我们提词呢 应该在这里 提上几个词 这是古人的提词 密词仿千收 脚硬度也融 那么再盖上章 好,同学们 我们整体看一下 好,同学们 这一幅嘛 基本上好了 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下面再画一幅 你看,再画不上这样一幅了 是一幅很可爱的一幅 吹小鸟 那么下面是一个舌头 还有紫微花 那么我们种小鸟开始画 也是洗完眼睛 把嘴巴画得小一点 把嘴巴画得小一点 眼睛冰上再一层 那么这只避海 用再带一点 再摘一下 背上几根毛 那么 再画上 好,这个小鸟呢 我们用 三六 三六 加一滴白的颜色 再中间细画 一滴白的颜色 再加一滴白的颜色 再加一滴白的颜色 昏开来 昏得正好 不用 超过这个 轮廓性 好 那么我们呢 接下来呢 在它的下面 用黄一点的藤黄 颜色 加上 那么它這個下巴呢 我们放一点扎实 那个藤黄 虾米也放在藤环 扎实 胸口上要放在黛黄 翅膀上放一些吹溜 它的嘴巴要用橘黄的颜色 再用底上闭孔 让它生化开来 那么眼睛闭上呢 再用桌标 再用桌标称下一遍 好 那么再用桌标的颜色 好 这个小妞好了 那么我们就架紫灯花 这个指纹花呢 紫灯花也是一种很好看的一种花 我们把一个小的舌头去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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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带带的藤黄 加三六 好 可以了 那么画上叶子啊 好 我们勾上筋 用焦一滴的门勾一下 称色 在这个萨丁上 黑色的时候 看焦嘛 点 谈定啊 好 我们点上紫围花 紫围花花呢 用白的颜色 再加花青 花青上面弄一点属红 花青多一点 我们分几处啊 这里也组 这里也有组 用闪边来点 在这里再叠 用闪边叠 好 我们呢 再用 这黄色的颜色啊 来点上它的骨质 好 同学们 我们整体看一下啊 好 这个紫围小鸟呢 现在就结束了啊 同学们呢啊 我们 今后呢 你们照着那个画棚上呢 要多礼幕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画棚啊 那么我们 现在呢就结束了 这下期呢 我们要礼幕名家的作品了 再会 这下期呢 是 这下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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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期呢